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 欢迎来到财神的眼 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来跟大家说两个金句 我相信大家会非常感兴趣 第一个金句是昨天比较流行的 那么中国国内的内网上 很多朋友都在转发 这个金句就是说 五四不是青年节 下个月的今天才是青年节 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在微博上已经发出来了 很多朋友都在转 所以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来 尽管国内的很多媒体都被粉红战狼们占领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明白人 通过各种方法在表达对正义的一个坚持 在缅怀这个六四 因为六四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再说前两年出现的一个事情 就是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团委 他们在微博上发了一个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但是后来点到了六四 这条新闻居然发出来了 确实非常奇葩 但是在现在肯定是发不出来的 那么他的内容是说 五四青年节重点不是青年 而是五四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中国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由青年人来引导 梦回1919 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再无青年 向五四致敬 向六四致敬 大家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居然发出来了 然后他说 向那些敢用生命去换取自由 平等 法治的青年人致敬 这是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团委 在前阶年发的 是2018年好像 但是现在估计这种话就发不出来了 那么后来 这个财经大学的团委 被迫在网上发了一个致歉的声明 不知道发这个帖子到底是谁 但是很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良知 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不知道后来受到的处分没有 这是六四五四的话题 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房子抱在老百姓手里 叫做软着陆 抱在开发商的手里 叫做硬着陆 政府一直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是一个金句 也是流传的非常广 因为现在国内这个房子 可以说都在挂牌甩卖 所以房价了很多地方 跌的速度非常之快 然后房子 为什么在老百姓手里抱了 叫软着陆 因为老百姓不是政府的自己人 你抱了无所谓 那么整体来说 只要政府和开发商的风险解除了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抱在开发商的手上 就叫做硬着陆 那么政府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基本上是把老百姓当做外人 把开发商当做亲儿子 这样一种姿态 可以说这是中共政府对待老百姓的态度 那么说到房子 可以说上一期节目 我也说过 现在上海北京等等很多大城市的挂牌量 都在暴增 挂牌量大幅度的增长 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就是房价的大幅度下跌 目前来看 虽然它的价格没有很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可以说只要挂牌量继续像这样堆积的话 未来它跟量价迟早会回到对应的关系上去 但是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房价 可以说已经在开始大幅度的下跌了 我觉得这是一线城市房价下跌的一个先到 因为今天我刚收到了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网上就说悄然之间 你像重庆市、西安、宁波、贵阳、天津 呼和浩特、南宁、济南、广州、长沙等等 二手房价开启了暴跌模式 那么紧接着就是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23年4月的第三周 也就是2023年4月17日到2023年4月23日 这一周它的房价环比上一周跌幅高达多少了 对应的 你像重庆就跌了10.04% 而西安跌了8.37% 宁波跌了7.99% 贵阳跌了6.1% 天津跌了5.4% 呼和浩特跌了5.27% 南宁跌了5% 济南跌了4.6% 广州跌了4.6% 长沙也跌了4.4% 所以大家看看 这基本上都是二线城市为主 当然广州也是一线城市 广州2023年4月的第三周比第二周的价格 已经环比跌了这么多 所以大家看看 这些城市的房子都已经开始加速度下跌 房价的泡沫 楼市的泡沫在加速度的破裂 说明这种现象 那未来如果是北上深圳 像这样的龙头城市 如果加入进来 像这样环比这样跌的话 那么可以肯定的判断 中国的楼市已经处于一种加速下跌 这种大的楼市泡沫 正在加速度破灭这种态势 所以大家如果有房子的 在国内有多余的房子的 一定要尽快的处理 那么未来这一波跌下去 不知道跌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我觉得会是非常惨烈的 那么这是对类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行 可以说这也是威胁到中国经济的一个大的爆点 那么对外当然就是中美脱钩 然后中国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话题 那么在这里有老蛮提供了一些资料 他发了两篇短的文章 我看写的还是非常有间谍 其实和我的想法也是比较契合的 但是他的那种抽象的总结思路 还是比较宏观啊 可以说看问题还是比较深入 所以在这里呢 把他的这个观点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同时呢 我也简单的来点评一下 他说了2002年 欧美基础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到了2010年 全球的经济基本的架构已经成型了 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 欧美呢 成为全球的研发和金融基地 然而呢 与此同时 东南亚原本强大的制造业 全部都铺接 传统工业强区 只有台湾找到了电子代工 这样一条路逃过了一死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全部都尸骨无存 成为农产品出口国 墨西哥和南美的工业化之路 假然而止 非洲连最基本的工业化都实现不了 连火柴棒都生产不出来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 但是整体来说确实是如此 就是自从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 到了2010年左右 8年到10年的时间 中国就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工厂 那么其他原本还有一些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呀 比如说像东南亚 像台湾 很多都受到了大幅度的抽空 还有像墨西哥 南美等等啊 很多地方的工业化都停止了 中国这种恐怖的红锡效应 确实是太强了 这么廉价的劳动力 这么便宜的土地 然后呢 还有低人权优势 让全球的资本疯狂的涌入中国啊 全球很多地方都被抽干了 也包括美国 很多都出现了铁锈地带 那么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中的一些国家 它的一些工业化 基本上都被停止了啊 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对全球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灾难 那么制造业啊 基本上全部都被吸过来 资本都被吸过来了 所以这些国家都是非常之惨的 他说非洲连火柴棒都生成不出来 这个是有点夸张 但是整体来说 非洲肯定是更加惨淡啊 俄罗斯甚至完成了去工业化 连石油精炼的能力啊都丧失了 底层居民以饱受基础制造业 空发之苦 不知美国有铁锈地带 欧洲也有一样失业与流浪的人群遍布街头 中国的崛起啊 所拥有的巨大的产能 所以让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 全部陷入了无法再发展制造业的窘迫的地步 而如果接下来全世界在去中国化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么全世界都将是受益者 都可以分向一金诺万无神带来的发展空间 而可怕之处就在于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看明白了这一点 甚至都开始公开讨论这一点了 当然他这个说的也是现实啊 确实中国这种世界工厂太恐怖了 那么现在呢 美国在搞中美脱钩 在搞去工业化 欧美呢都在将工业链转移出中国 然后呢转移到东南亚越南印尼印度墨西哥等等一些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其实感受到 如果中国的世界工厂垮掉 如果欧美和中国彻底脱钩 相应呢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工业的机会 因为中国的这些产能 然后中国的这些电单啊 全部都会落到自己的国家 那么自己的国家呢 可能利用工业化这一点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所以这一点呢 这点共识啊 也是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所以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就会更加齐心协力一致啊 和欧美联合起来 来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的产业链之外 让自己的国家来分享下一波制造业的红利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啊 基本上都是站在美国欧洲一边的 所以中国这种情况就更加的危险了 那么他还说了其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花浪潮 起因呢在于美国开启了信息技术时代之后的盲目自信 愿意带头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金和产业 带领全球一起建立自由与开放的市场 这是美国的初衷了 它是好的 因为信息化技术牵头 然后美国呢将资本投入很多发展中国家 带领全球进入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 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加上正好又是苏联解体了 冷战结束了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全球化的机会 他说经过30年的实践 美国持续向外输出资金的结果 是他的国债达到了31万亿的惊人规模 向外输出产业的结果 则是铁锈地带事实上陷入了全民的贫困 美国向外输出资金和产业的行为已经不可持续 必须鼓励资金与产业回流 那么这几年的美国确实在鼓励资本回流美国 在美国发展制造业 也包括像芯片企业 不管是台积电 英特尔还是三星等等 很多都在美国开始建厂 美国在鼓励制造业回流 主要吸收的对象 那么主要吸收的对象 当然是从中国撤离的美国的一些企业 然后全球的一些制造业 他说第三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建立自由与开放的市场 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他说第四 美国已经承认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失败 这个确实 全球化到今天确实看起来是失败的 因为中国和美国脱钩了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全球化的受益国 当然也不能说全球化是完全失败 毕竟在过去的20年 因为这种全球化 那么全球的贸易经济增长 制造业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美国在全球化中呢 也是享受了很多红利的 比如说美国像苹果 然后呢美国的一些电脑制造商 把生产都放在中国 其实也让他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像这些全球化的企业 所以也不能说全球化是失败了 但是发展到今天应该是中断了啊 就是说因为中美对抗 那么全球化就开始脱钩 开始分裂了 中国的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被踢出全球化啊 看美国组织的全球化是不是会另起炉灶 就是把供应链放在其他的一些发展中的制造业的经济体上 那么排除中国也可能是另一个全球化的版本 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啊 第五点他说中国是美国这一套盲目自信的全球化战略的最大受益国 确实全球化 这一般全球化 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 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贸以来 可以说经济啊 是高速度的发展 整个国民的GDP翻了多少倍 大家算算 整个老百姓的收入啊 确实也是改善了不少 导致今天呢 他才有力在全球和美国来叫板啊 所以这也是啊 他全球化受益之后啊 反而是反咬一口全球化的发动国家 那么这也是中共做的非常让人不齿的一个地方 如果他继续和美国合作 可能这波全球化还会进行中国的鼓励 还会增强 可惜习近平呢 等不得了啊 已经要出来和美国叫板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接下来他说 美国的国际战略一定会转为收缩 不再承担国际责任 我觉得这一点呢 其实老门说的也不太对啊 他说美国的国际战略一定会收缩 在川普的时候呢 确实是收缩了不少 包括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 北约也减少了他的职能 然后呢 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减少了 但是到拜登这个时代来 可以说美国这种收缩战略又开始转为扩张 包括是在乌克兰 强力支持乌克兰人民 保卫自己的国家和领土 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然后在台海呢 大力支援台湾和中共对抗 所以目前来说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没有收缩的 还是在扩张 而且也在承担着国际责任 我觉得老门这一点说的其实不对啊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他说 但是美国事实上 没有对下一步怎么样的清晰计划 他丧失了此前的盲目自信 但也没有陷入到自卑的状态 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打压第二名的计划 这一点呢 目前来说也差不多 但是美国他不是盲目的自信 美国的国力 他的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啊 金融实力都在这里 所以美国的自信呢 是有理到外的 他不是盲目的自信啊 那么他确实一直没有打压第二名的计划 很多时候是第二名 要么是自己出来问题 要么是第二名 你挑战国际秩序 比如说苏林曾经当过第二名 现在的中国都当过第二名 他是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 那么当然会受到美国 以及他的盟友的打压 以前日本当第二名的时候啊 他是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 那种泡沫吹得太大了 其实也不能怪美国 他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动作 是在缺乏通盘计划的情况下 根据局势实时演变的结果 随机性更强 确实这一点呢 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比较对的 因为美国之前呢 包括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都是把俄罗斯当作最大敌人 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共的威胁 所以基本上缺乏一整套 应对中共崛起 中共挑战的一个策略啊 基本上只要中共对他动作一下 然后美国在国内推动一下 包括像间谍气球 非法警局 然后中共支持乌克兰 然后中共支持俄罗斯 然后要有入侵台湾 这样一个举动 所以美国基本上是被这种突发的情况 推着走的 但是现在的这两年来 可以说美国正在制定对抗中国的全盘的计划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以前会好很多啊 对抗中共啊 他们应该有越来越成熟的计划 第九 他说之所以随机呈现在这种彻底决裂的局面 主要是因为中国绝不接受自由与开放的市场的那一套 同时也不承认自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受益国 一切成就都是因为逆任Boss的英明神武 那么这个老蛮说的也是对啊 中共一直认为啊 自己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 也认为啊 自己经济的发展成就 不是因为美国的施舍 不是欧洲的施舍 不是把中国带入了世贸组织 而是说是自己领导有功 领导比较厉害 高瞻远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共啊 农夫于蛇 万恩负义的一个体现了 这是第九点 第十点 他说了美国人痛定思痛 开始制定新时代的战略 虽然具体如何制定呢 没有定论 但是方向是明确的 价值观排斥 不接受自由与开放市场准则的 就将其排斥出全球市场 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规矩啊 确实美国现在开民主国家大会 然后来撇开中国重建产业链 基本上都是要撇开中国 将不同的价值观的国家 排斥在外的一个体现 那么中国首当其中 第十一点呢 他说而中国对此趋势啊 没有任何提前思考和应对 当然中共 他是有自己的思考和应对的啊 基本上他是铁心和美国脱钩 包括现在在国内搞退宁还耕啊 然后大规模的种粮食 就是为了准备 为了和美国对抗 不依赖国际市场提供粮食的一种体现嘛 就是为了打台湾的一种体现嘛 所以目前来看各种信号都释放出啊 中共要打台湾 然后和美国决裂 甚至和美国开战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脑蛮的这种分析啊 我觉得有些还是有道理 当然的有个别地方呢 还是值得商榷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有战略和思维眼光的 大家可以好好地听一下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其他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先生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加勤 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 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已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2000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拥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30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50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 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 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80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 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需要您的计划